今天我们很开心可以跟高盟熙师傅 讲一下关于面相 一年几集我们都会找一些男神去讲一下 今集我们先讲张天库 近期人气歌声张天库 样子有什么特别呢师傅 张天库当然是英俊 他可以迷死很多女生 所以他的面相有什么特色 我们可以看到他可以这么有桃花呢 首先我们就看张天库 他的眼睛 你看他的眼睛 那些叫做迷人的神彩 因为他那些通常桃花眼 我们是不讲杀气重的 他那种桃花就是有少少柔情似水 这种也是桃花眼的一种 另一种就是水汪汪 男人和女人都可以是这种都是桃花眼 他就不是列入水汪汪的那种 他就列入那种叫做柔情似水 重要的 男人的面相有运行的时候 在那段时间吸引异性是更加容易的 你看看他耳朵也够厚 即是说异性缘也是重的一个条件 眼神够那种柔情 柔情得来是有神 很吸引异性的 你看看他牙多饱满 直接在现在来说 他在30岁前走的这个压运 是饱满好像珠江牙那样 变成在30岁前 桃花运一定是没问题 事业也是贵人旺 还有上升的空间是非常大的 好了接着看他的眉眼运又如何 因为他现在这张照片化妆 那眉当然是滑了形状有少少不同 我自己也做过一些功夫 找回他以前的照片看过一下 那他唐眉的确 就算他有些早期一点的照片 是没什么怎么化妆的 他唐眉都挺好 不疏散整齐 眉清见底是顺的 这些都是一种好的眉毛 他的眉形和他的眼睛都是搭配 因为他的眼睛不会大到圆圆圆的那一只 他是那种微微的长 大大的 再配这些眼睛 眼睛这个位置 眼睛这个位置也有一个高度 他配这种眼神是很杀食的 而且眉眼运也是当运的 是配的 所以他在40岁前 因为眉就走31至到34 眼就35至40岁 那就是说 在他由15岁走30岁押运 至到31至40岁走眉眼运的时候 他那个桃花人员事业财运 不用想了一定是顺 黄、黄、好 所以在他这20年来说 要一定好好把握 去掌握他的人生 去发展 他会得到一个很好的人生的发展阶段 继续来晚年 中晚年都是一个很好的运势 因为我看他40岁打后 有10年时间 他应该可以荣休 或者退休 或者可能是做他自己想做的事 或者是做一些对社会有贡献 或者是去疼自己多些到处去旅行 或者是当半退休是养生状态 都可以的 到他再年纪大一点 50岁之后 他再想出来社会再做一些奉献 给社会的事 亦都是可以的 这个因为他在被拳被之间的时候 就适宜低调一点的生活 因为他的鼻很高 但他的拳就比较是射了一点 不够饱门 所以在他整体上来说 美中不足就是这个位置 是差一点点 但是也不是说失很多分 因为他在40岁前走完这个运势 我们有时候就说 我们知命而行 就可以懂得吹吉避空 在这个情况来说 知命而行吹吉避空 他的运势就非常好 这些是我经验所得回来 是一个非常灵验的情况 因为我之前试过有一对 以色列的夫妻 特意在以色列 两对夫妻 在那边来香港玩的时候 召唤我上酒店 帮他们看面上算八字 我说他 我说其实你之前赚很多钱 我说由你现在开始 早两年开始到现在下去 的运势都是没有钱赚的 还会经常不见钱的 接着他笑笑口跟我说 是啊 因为我以前是做地产发展的 在以色列那里 建房子 做很多地皮 建很多房子 但是现在我们不做了 生意不做 买给人 本来想过做政治的 又不做政治 本来我老婆想做歌手 又不做歌手 现在游戏人生 是否叫做知名而行 所以他说 是啊 有时花了一二千万 那就多了 那都对你没有影响 你之前赚了这么多钱 是啊 没有影响的 所以这些就是 悉命而知名而行 就是好命之人 大家听到 张天赋师傅 给了一些什么的建议给他 其实面相相当之有趣 可以怎样快速地 知道一个人什么性格 或者未来会有什么问题 我非常之期待 之后那几集 又再探讨一下 其他一些男神的面相 好吗 好 拜拜